小时候,樱桃小丸子这部动画片曾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向往 但你知道吗,其实小丸子的童年并不美好 我们之所以喜欢小丸子大概是他和大多数的我们小时候一样 长得不出众,学习也不怎么样 没心没肺,还喜欢任性耍赖 而不一样的是,小丸子的无理取闹得到了家人最有爱的包容 而不是父母的混合双打 尤其是他的爷爷,每次小丸子提出任性的要求 爷爷总会宠溺地尽量满足他 陪他做各种有趣的事,陪他对抗爸爸妈妈的怒火 在动画里一切都很美好 但悲伤的是,在现实中坐着樱桃子的童年 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温暖 他的爷爷是一个十分顽固而且心肠很坏的人 会偷给别人洗澡,甚至会打骂桃子杏子姐妹俩 樱桃子在自传中曾经说到 爷爷去世时,姐姐甚至笑出了声 而爸爸是个蔬菜店的店长 林丁大醉是他的常态 据说最后因为喝多了而冻死在北海道 是樱桃子美化了自己的童年 留下了记忆里最美好的部分 修改了所有灰暗的片段 也因此当年看动画的我们 才能拥有童年最美好的憧憬 最温暖的回忆